这是我见过最恶毒的父亲 亲手打伤儿子扔下悬崖 更是虐待女儿登上了新闻 母亲为了摆脱她 带着四个儿女回到了老宅 她用脚在地上画了一条直线 一次跨过就能过上新的生活 在新的环境 孩子们仿佛忘记了过去的阴霾 他们认识了新的朋友珍妮 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但是悲伤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母亲就病复发去世 临死前 她让大儿子杰克隐瞒自己的死讯 承诺照顾弟弟妹妹到21岁 那时她就能继承自己的遗产 拿到弟弟妹妹的监护权 她将一个铁皮盒交给杰克 里面装的是丈夫抢劫的赃款 兄妹四人在母亲床前承诺永远不分开 安葬完母亲的杰克 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而一系列诡异的事情也由此展开 这天 妹妹珍妮正靠坐在窗边插花 这时一声枪响 旁边的窗户突然被击穿 她起身查看 发现不远处正站着一个男人 她赶忙大声呼喊 尖叫声惊动了屋内写日记的杰克 她扔下了手中的笔 画面一转 来到了六个月后 这天 最小的弟弟山姆听见奇怪的叫声 镜子上的白布掉落下来 她以为家里进来鬼魂 直到角落的破洞处爬出来一只浣熊 她才开心地笑了起来 哥哥搬来梯子 将白布遮了回去 不经意间看见天花板上居然涨没了 她坐在楼梯口 看着封住的阁楼 始终不敢上去查看 为了维持生活 杰克会带着他们做的烧饼去商店售卖 再去图书馆找爱丽 一来二去 他们逐渐看对了眼 这时进来一个男人 他叫阿伟是一名律师 母亲的房子需要转让到杰克名下 对方让他出200美元的房屋转让费 回到家几人商量后决定 用父亲那笔赃款度过难关 为了伪装成母亲还在的样子 杰克将长眉的墙壁粉刷好 珍妮练起了母亲的签名 还将她的衣服拿出去晾晒 很快阿伟上门了 杰克将200英镑交给他 拿着文件去屋内伪造签名 这时外边挂起了大风 坐在院子的阿伟将钱放入包里 走进了他们家中 就当他快要进入母亲房门口时 听见动静的杰克赶忙出来 阻挡了他的脚步 晚上兄妹四人坐在一起玩着游戏 庆祝房屋转让成功 两颗骰子掉落子地上 山姆很害怕打着手电筒下去寻找 这时身后的白布又掉落下来 吓得他大喊出声 听见声音的几人连忙跑进城堡 这是母亲去世后杰克搭建的避难所 他打开音乐 将白布一点点挂了回去 发现天花板又长没了 而且还出现一道孔子 他凑近一看 里面居然出现一个人形生物 顿时吓晕了过去 醒来后 珍妮认为是他们挪用了那笔脏款 导致鬼魂回来了 趁着夜晚 大壮爬上屋顶 将装有脏款扔进了烟囱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鬼魂 男孩摔落在地上 这时旁边的柜门突然缓缓打开 覆盖镜子的白布掉落在地上 他赶忙跑过去一把抓住白布披在身上 只露出一只眼睛观察着镜子的动静 下一秒 他看见镜子里出现一个人形幽灵 嘴里还发出嘶哑的叫声 将钱扔掉后 兄妹几人又过上了平静的日子 但是长期待在家的他们还是发生了争吵 大壮不满 杰克出去约会 他们争吵起来 山姆趁着这个间隙 偷偷拿走了哥哥的钥匙 进入了母亲的房间 她先是打开柜子 闻了闻母亲的衣服 随后搬出录音机 播放了母亲喜欢的音乐 一转身 看着窗户上被击穿的玻璃 她搬着凳子站了上去 伸出手堵住窗上的洞口 突然重心不稳摔落在地 而后镜子中突然出现一个人形怪物 接下来的一天 珍妮正拿着扫帚打扫卫生 突然楼上传来动静 她上楼查看 原来是之前的小浣熊 她走到洞口 从口袋里掏出食物伸进洞口投喂她 突然出现的一只手一把摸住她 浣熊想跑出洞口 却被身后的手抓了回去 受到惊吓的珍妮连忙跑到洗手台 一遍又一遍地洗着自己的手 恐怖的事件在这座小屋一渐渐上演着 而另一边 拿到钱的阿伟感觉到不对劲 开始查找他们一家的资料 她找到爱丽 想邀请对方和她一起去旅游 但是却被爱丽拒绝了 阿伟知道她喜欢的是杰克 走到窗边拿出一叠报纸递给她 里面是她查找的杰克父亲的资料 爱丽打开资料 知道了杰克父亲是杀人犯 最新的报纸显示杰克父亲越狱了 但兄妹几人并不知道 这时阿伟接到了律所的电话 对方让她交一万美元购买股份 不然无法入职 但她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气急地她将窗边的文件甩在地上 紧接着她注意到地上一张报纸 上面显示 杰克父亲正有一笔赃款下落不明 此前她发现了签名中临摹的痕迹 于是来到杰克家中 以签名伪造为由威胁对方交出赃款 大壮带着绳子顺着来到屋顶 掀开盖子爬下烟囱 刚落地 就被里面散发的恶臭味熏到了 她点燃火柴往前走去 发现里面躺着浣熊的尸体 木板上也布满了血迹 她赶忙捡起地上的铁盒 抓着绳子往上爬 突然下面出现一道火光 一个人影抓住了她的绳子 将她的脖子狠狠背住 盒子也掉落在地上 慌乱中 她割断下面的绳子逃离了 也终于确认了父亲没死 之前的鬼魂其实就是她 得知消息的杰克晕了过去 一直无法苏醒过来 情急之下 他们联系了艾莉 艾莉来到约定地点 在洞内找到了一个日记本 翻开日记 前面记录着他们之前的美好回忆 可后面却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男人的弟弟妹妹被父亲杀害 她绝望地准备吞枪自杀 可下一秒 耳边响起的音乐换回了她的理智 她走进房间 却发现原本死去的弟弟妹妹 居然完好的躺在床上 几个月前 一声枪响打破了兄妹四人的宁静 原来他们的父亲越狱了 为了拿回母亲留下的赃款 她开枪打穿母亲屋内的玻璃 杰克为了保护弟弟妹妹 将他们关在屋内 自己带着赃款独自和父亲谈判 来到一个洞口 她将装有赃款的盒子递给父亲 却迎来一击抱拳 争斗间 父亲死死地将她按倒在地 她抽出匕首 一把刺中了父亲的脖子 跑了出去 但是父亲并没有死 直接追上她 还毫不犹豫地将她推下悬崖 一段时间后 她睁开眼 发现自己躺在小戏旁 这时她想起了 还在家中的弟弟妹妹 拿起父亲遗落在路上的手枪 跌跌撞撞地往屋内跑 走到拐角的楼梯口 听见父亲嘶哑的声音在屋内响起 她害怕进去面对的是弟弟妹妹的尸体 等走进屋内 还是见到了让她难以接受的一幕 她违背了当时的沉默 没有保护好他们 她将父亲重伤并关进阁楼 想让她自生自灭 而后摆出四人的玩偶 拿出手枪想要自杀 却发现弟弟妹妹居然没死 她走楼梯旁将镜子击碎 用枪画了一条直线 伸出手想让他们依次跨我 仿佛这样 之前的一切就会过去 就在这时 眼前的弟弟妹妹突然消失不见 看完日记的艾莉来到杰克家中 却看见杰克在自说自话 一个人扮演着四种角色 原来在弟弟妹妹死去的那天 她就患上了人格分裂症 家里的镜子全部被她遮伤 和弟弟妹妹的生活 都是她幻想出来的 此时的她正被痛苦和内疚包围 艾莉怎么也不能将她唤醒 这时大壮人格出现 呵斥她离开 来到门口的她突然听见 楼上传来响声 打开门她看见了兄妹几人的尸体 以及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的阿伟 她大声质问凶手是谁 这时突然出现的一只手 缓缓地将门关上 她赶紧躲在一旁 弯腰捡起地上掉落的盒子 鼓起勇气将盒子砸向门口 下一秒 一个人引走了出来 正是杰克的父亲 偷袭阿伟的人正是她 原来她为了拿到赃款 独自一人来到杰克家中 却发现并没有人 于是她在屋内翻找着赃款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这时她注意到了被封住的阁楼 她怀疑赃款就藏在里面 于是举起锤子将砖块砸开 丝毫不知道危险正在逼近 这次她也要对艾莉痛下杀手 拿着匕首一步步朝她逼近 艾莉将铁框扔向她但无济于事 被她直接摔倒在地 更是掐住她的脖子往地上撞击 这时听见动静的杰克终于反应过来 她一脚踢开了房门 对准父亲的胸口就是一枪 看着弟弟妹妹的尸体 终于接受了他们死亡的事实 清醒过来的她和艾莉拥抱在一起 之后的日子 艾莉回到了那座房子 决定用医生去治愈杰克 她并没有给杰克吃那些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 因为她知道 弟弟妹妹一直在杰克心中 生日那天 她递给杰克一个礼物 是她为兄妹几人拍的合照 恍惚间 她又看到了弟弟妹妹正和她开心的挥手